好,我们接下来简单玩一下这个日共重置模组啊 根据粉丝的要求,他是想看我打一下这个 英德轴心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英德轴心是怎么开的 应该是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三国轴心的选项 给他点开来 他这边要求我们把这个英国的AI行为设置成王档才可以啊 那我们再去设置一下 因为这个模组我没有玩过 所以其他东西我不知道改了会怎么样啊 我们就先不调了 下面这边有一个萌化兼容可以点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彩蛋 也可以点开来看一下 我之前也没看过 这些都设置好之后我们直接开始游戏 从这个描述里面可以看出这个模组还是有很多东西的 首先他新加了这个军工组织 以及一些专属军工特质 然后在这个AI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啊 优化了国家的产能 然后更改了坦克的模板军队编制 看来这是一个偏EXAI的模组啊 但是我开局并没有给这个德国进行额外的加强 所以啊是没有这个火星师和过强buff的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我是新手的选项啊 可以削弱部分敌人AI的强度 我们就不削了啊 直接好的 这边有一个彩蛋模式 我们直接启动啊 是重返德军总部 这个游戏我玩过 还是有点印象的 然后再看一下战略建议 默认剧情线是 先打内战 然后支援中美洲 然后啊 组建阵营 打败这个KMT 然后傀儡先罗 与美国在中美洲摩擦升级 两线甚至三线作战 然后42年加入共产国际 直到战争结束 下面还有这个内战国策建议 让我们点这个所有人的革命 呼诸一致 难度较高 内战前请务必把 在满洲的部队撤回本土 这个版本内战的话 比较头疼的一点 应该就是我们这个装备 没办法塞给西班牙了 他现在租借装备是要热度的 除非我们在这个内战之前 把热度给他炒上去 既然不能塞给西班牙 那我们就简单还是变个一炮师吧 然后再来看一下国策 我们开局肯定是要点这个孤猪一致的 在点他之前 要先点掉这个 鼓动朝鲜 能帮我们在内战之后控制朝鲜半岛 这样的话 我们待会儿再追杀到满洲的时候 会容易一点啊 其他东西再往下应该就是政治线了 政治线总的来说还是偏发展的 给的东西还挺多 这边点一个重建 就给我们刷不少民工军工 下面还有给我们刷人力的 不过这东西还可稳定度 我觉得不太好 感觉这个国策树里面给人力的东西挺多啊 我们应该是根本不会缺人力的 本来这个人力基础就很够了 往右边一点的话就是资源 再往右的话是放傀儡 感觉这个国策没什么必要啊 我们自己手动也可以放 点了有点浪费时间 然后再往上的话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军科 往左边是这个陆军的理念 中间是空军 右边是海军 感觉这个版本的话 我们可能要优先点空军了 这个版本空军给的优势还是挺大的 然后最右边这条线 我就有点不明所以了 可能是还给我们专门设计了一条 已经失败的线 能帮助我们卷土重来 但是这个真的能不能点 我就不知道了 左边的国策树就应该是外交线了 感觉这些东西也没有必要专门去点 我们可以直接手动正当化 能省不少国策的 但是他这个国策设计的时间都不长 应该是来得及点完的 我们这边先把未敢设想的道路点掉 大概过个两三个月就可以孤诸一致了 虽然飞机很重要 但是前期的飞机还是太玩具了 我们先不造玩具飞机 先把这个枪炮补满 方便我们早期扩张 这边忘了说了 为了方便这个视频过程 我专门使用了啊 之前拜托朋友做的这个公主链接的和谐模组 看样子这个作者还是与时俱进的 他也整了一个这个平衡系统 最右边是贫困 最左边是富足 关于这个游戏里面出现的事件 我就不细读了 因为我根本就不了解 也说不上什么 第一个事件给我们解锁了一个决议 释放得天球衣 这边决议点一下 直接释放了 我们加了5%的支持率 然后又出现了一个革命方针 这边是选大概在哪里发起革命 看了一下 这个福本派的地点比较好啊 他是直接在这个东京圈的 因为我们这个想要获胜啊 就必须得拿下这个东京 所以肯定是在东京圈好一点 然后又是经典的226 选上面这个什么都不加 我们不是中立主义 所以没必要 226兵变平息 以此为戒的话 能加2%支持率 扣25点数能获得一个9步 开局先把这个飞机全给他变卖了 还是能卖不少钱 就是不知道内战之后 这个钱还会不会在我们账户里面 练到5点经验之后 应该就不用练了 我们可以做这种一炮师了 这边什么都不多想 直接孤诸一致啊 如果我觉得这个政治点数不够的话 可以先点一些别的国策浪费点时间 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国策可以点了 突袭兵工厂 让我们选择100架战斗机 100辆青坦 以及500门火炮 那肯定是选火炮啊 这家东西都是中看不中用的 很快就到了4月28号 再过一天就要开始内战了 我们这边直接把刚刚变成 一炮师的部队再变回来 现在我们这个领袖就变成得天球一了 因为我开的这个和谐模组的原因 导致他这个名字还没有变 大家知道就行了 然后国策的话 我们先点这个国际武装支援 先把这个枪炮拿到手 这个国际纵队能给我们刷不少部队 但是要处于内战中 我们这个内战很快就打完了 来不及点 这边先光速把这个港口拿下 把我们船停回来 别到时候打海战 把船打没了 他这个部队都是一炮师 应该没什么实力的 我们在这边等他一会儿 不能打太快 别太快把这个事件给卡没了 就尴尬了 大概等个一星期 等这些事件全部跳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东京给他拿下 这边苏联直接给我们送了一万条枪 给这么多吗 那我这个国策岂不是搞笑的 他给了十倍啊 有点吓人了 这个已经不是雪中送炭了 直接雪中送了我一个发电厂呀 好 这边就成功拿下了 然后法西斯残佈逃亡满洲 因为我们之前点国策的关系啊 这个朝鲜是直接变成我们的了啊 那我现在只需要再正当化 收复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点一下这个准备不可避免之战 直接给我把这个经济切成战神经济了 看了一下 这个账户里面还是有一些钱的 而且很多装备并没有卖出去 我们可以先发展一下 政治点数先安排一个陆军进攻大师 正好比较缺这个经验值 再往下的话 就是选择加入哪个阵营了 这个我们先不着急 先看一下这个政治线 给的东西也挺不错的 可以先点起来 然后就是扫除贫困了 我们这边可以通过点一些决议 来降低我们的贫困啊 现在给的这个debuff还是挺高的 感觉这个完全不用多思考啊 这个浮本派的工业政策 给的东西也太多了吧 给了一堆这个工厂啊 下面还有工厂 那我肯定是走这个浮本派了呀 这局我本来是想早战的 但是我想了一下 如果我们选择早战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很快就只剩下英国 德国意大利了 那这个游戏就变得很没意思了 我们还是迎刃一下啊 我们就在自己家种地吧 没想到这个军队还分派别 看了一下感觉都挺不错的 一个提高组织度 一个提高补给范围 一个提高突破能力 都是我特别想要的 为什么不能三个都要呢 我们还是务实一点 选择这个讲座派 他是能提高补给范围的 其他两个我们都是可以想办法叠的 随着这个动荡结束 制限完成 我们要开始抓内鬼了啊 只要反对我们的都是敌人 要防止这个果实被窃取 开启现实任务 这里我们先点这个禅明思想与现状吧 他能获得这个再教育运动啊 这可是原版里面一个超神的国策 只要我们稳定度低于50% 就会一直往上涨 这个模组也挺魔幻的 居然让这个关东和校长 签了互保条约啊 那我们打他的话 也要连着这个校长一块打了 这个就很抽象了 为了不浪费这个再教育运动 我们先把火车给他征用了 待会还可以卖了贴补家用 视频到这 想必大家也已经看累了 我们短暂休息两分钟 这个国策好像有点说法啊 他让我们获得一个规划工业用地的修正 是当地工业值加20% 然后减30%的建造速度 也就是说只要点了之后 我们会凭空多20%的工厂 看样子还是挺赚的 不过我还是想不通 为什么我们都规划了用地了 还会减这个建造速度啊 总的来说就是 种地的话可能比较难受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先吃一波工厂的红利 先吃吧 这边眼看 这个稳定度快超过50%了 赶紧再搜捕一下 把这个稳定度给他扣下来 主力是我们先改成这个 十二步四炮吧 三十六宽 前期还是挺能打的 还差一点经验值 待会再加一个火炮 这边再支援一波这个中美洲革命啊 他说会送3000步兵装备 我们现在自己步兵装备都是缺的 他这个怎么送啊 先把这个重建与发展委员会安排上 给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 不过会减这个人口修正啊 我们现在人力应该是完全够用的 这个模组想要消灭帝国关动力 感觉没那么容易啊 他这个部队给的还是挺多的 居然有快100个师了 不知道他是怎么养得起的 目前只能说先急不得 现在打的话也只是在这边刷刷经验值 这样来看TG应该是启动了 那我们没过多久就可以拉这个TG一起打这个关东了 因为我们这局比较偏重地啊 所以还是选择合作社经济 他这个民用工厂建造速度加的挺多的 计划经济的话 看似给了很多 然而并不够 如果他把这个生产效率上限 给15%的话 我可能就选了 总的来说这个模组应该挺适合重地玩家的 我在这边闲得无聊都快帮西班牙打赢内战了 这模组里面一些国策只能说是实打实的离谱啊 这边肯定是选择集中资源优先工业化 能给我们多加两个军工 以消耗稳定度和政治点为代价直接获得工厂 虽然这个军事理论家给的是人海突击学说的花费减免 但是我还是想玩优火啊 我总觉得这个优火打AI比较赚 中坛底盘研究好之后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壳子 先用着 主要还是混金盾 优异分子的解决方案 看了一下 这个浮本派有点极端啊 不过也是效果最好的 我们现在比较缺政治点 还是先点上面的吧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试着和这个TG两面夹击一下这个关东岭了 这个国策应该就能直接跳过了 然后接下来 点一个追尖穷扣 在两面夹击 开战前线 先把我们的步兵师改一下 因为一直在造这个中坛 我们也是能混上一个金盾的 然后凑齐36宽 加上我们的火炮支援年 野战医院 还有后勤年 这个主力师就非常能打了 就像我们的火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更加的离谱 请求装备代工直接刷一堆军弓 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战略分工是什么东西 专注陆拳的话 能拿到一堆生产花费减免 还挺不错的 这边还是火速先把这个关东岭给他拿下 然后我们把船拿了就可以了 接着再帮提机打完内战 接着再帮提机打完内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算是把这个校长打投降了 我们不需要吃地,这边就不吃了 把这个船吃回来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来几家也不用细看,很快就能打完 这个时间点应该还研究不了喷漆引擎 所以先选这个普通引擎的加速卡 正好给我们再加个速 到这个39年的年底就已经成功帮这个TG完成统一了 我们接下来再确保一下这个鲜罗啊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东南亚基本上都变成轴心国的了 必须得确保一下 不然的话待会儿没有地方买这个橡胶了 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结束所有战争了 所以这个鲜罗很爽快就同意了 我这局的思路主要还是以空军为主 因为这个作者在开头说过 AI会用装甲石 而且部队都是优化过的编制 我们现在这个工业体量的话 硬拼装甲石不一定拼得过 所以到时候还是想办法空中置身了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这集就先录到这了 下一集我们要开始做这个中坦间 以及我们的多功能飞机